習慣坐在這裏都好,整個人都鬆散 你看我坐在這裏都是這樣,整個人都鬆散 很放鬆,很輕鬆,全世界倒下來都沒有所謂 不要緊,有什麼事,有什麼所謂都不死得 神一定祝福我們,凡是先求祂國和祂義的人 神會將一切都加冕我們,不用擔心,不用憂慮 這種心態,你就會什麼事都沒有,不受影響 心情就會保持平安喜樂的狀態,才能夠保持聖遺充 如果天天都煩惱,是不可能聖遺充的 而且心態,整個心態都是想給神用的 這樣神的生命就會,神就起源了 有一個技術,我們在神面前是不能走雞 我們以為做些不好事,祂不知道,其實祂一定知道 你低那麼低的意念,譬如你說,我奉獻的時候 都是最低消費,神是知道你的心態的 你奉獻的時候,你也想著最低消費 祂已經看到你奉獻了就是這樣的心態 祂知道的,你不要想著祂可以走雞 還有祂的計劃是全世界最好,因為祂是創造的 有些人以為我用我的方法的計劃最好看 其實人的計劃怎會好得比神呢? 所以越是想用自己的方法,反而就越多問題 越用神的方法就越輕鬆 人就越平安,越是有能力 所以這個就越走到神的路 總之神的路就越好,人的路呢? 很多時候會有人的問題 我們就決意走在神的路上 決意一種正面的,正面的心態 我們中間有些人都認識過很久 沒有見到我有一天,很慘,很煩,很累 死得了,你沒有見到我,我是選擇性的 就算發生了,我一樣正面的處理 我決意,我不用給任何情況 我希望大家都有這種心態 我講到就是邪靈,不用害怕 為什麼不用害怕?當然邪靈是要害怕 不是很害怕,祂一定要走 你跟耶穌怎可以留下? 所以你跟神有密切關係 奉耶穌命趕你出來就可以了 聖年充滿又是不困難的 神有生物關係,你經常哀抱神 你會聖年充滿你又用出來 神又會充滿你 你這樣想,什麼都會輕省、容易、簡單 做人都輕鬆的 我這個教導呢,其實 我幫過很多人去釋放 我經常都說 我做釋放,你看到神這麼好 希望你記得神的好 你就繼續去親近神 處理生命,然後給神洗我 你就不要只顧自己的事 施比壽更為有福 我就鼓勵很多人,釋放之後 不要只是想錢 你以為神就更加釋放 你越想給神用 你越想給神用 你越更加封聖 越想著自己的事 你就越得不到 這是聖年所說的原則 我希望有問題想問 我跟很多人講的邪靈 其實很簡單 主要就是幫他處理生命 認罪,或者他的情緒 輔導他,他願意放手 然後祈禱 即他願意將生命交給耶穌 你將生命交給耶穌 你將生命交給耶穌 他願意交給耶穌 那便容易說成 他不肯聽話就難過了 我希望你 譬如釋放了 神就給你健康 你有個心想給神用 我這個課程的目的 是興起人給神用 興起帶動一個復興 不只是人說 我要什麼 我想得到什麼 當人只想得到什麼 他反而得不到 你越想給神用 你就越得到更多 為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